命运 要握在自己手里 这是龙守峰的手作 苍松师叔 以后就是你的师父了 你跟他去吧 那小凡呢 你不用担心小凡 青鱼们自会安排妥当 走吧 小师弟 跟我们走吧 我叫宋大人 以后咱们就是师兄弟了 别让人欺负了 九鱼 小师弟 咱们也走吧 天地不人 何苦为难无孤儿 你才 我有机密需你去办 且随我来 是 师父 怎么愁眉苦练的 小师弟 笑一个 笑一个嘛 看这细胳膊细腿的 底子行不行 得了吧 你像他这么大时 腰跟后山的竹子差不多细 小师弟 你练过什么功夫吗 肯定练过了 还有自己的武器呢 还给我 还给我 别动啊 来拿呀 超级的 你们干嘛呢 我们闹出门的 小师妹 对对对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孩子 休不休啊 我们个小师弟玩的呢 都是 记着 他刚来大竹风晚上吓得直尿炕 还有你 刚来十变宫怕苦 偷吃八豆装病 你们的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再欺负他 我就告诉爹和娘 别别别别 灵儿 爹 您 师父 师娘 这是小师弟张小凡 以后 就是我们大竹风的一员了 小师弟 这些都是你的师兄 这是郑大理 吕大信 何大智 吴大义 最后这个嬉皮笑领的 叫丁毕书 欢迎小师弟 小师弟 准备给师父师娘敬茶吧 嗯 师 师父 请喝茶 好了好了 开饭 爹 师娘 请喝茶 乖孩子 以后大竹风就是你的家 我们吃饭吧 嗯 来 小师弟 多吃点 嗯 大人 以后老七的修行 就交给你了 大人 小师弟年纪还小 你多照顾他一点 是 师父 是你啊 你们都听好了 以后有我照着小师弟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他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小师弟 有灵儿师姐照着你 偷着乐吧 他学的 可是师父的真传 厉害 那当然 当年我爹 可是青云传人中 修行最高的 小师妹 我们可以继续吃饭了吗 你们把吃的都抢光了 小师弟吃什么呀 我这个 分给小师弟吃 我的也可以小师弟 这是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 来 给 小师弟 来 小师弟 多吃点 哎呀 你是小师弟 你小师弟 师父 你每日一定要修习这法门一次 胆不可在人前修炼 只有夜深人静时方可修行 是修理 小师弟 明镜堂 是赏镜堂 大黄 别叫了 这是小师弟 大黄乖 小师弟 你别怕 这是我爹养的狗 叫大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狗 那是自然 大黄可厉害了 回了至少五十 不 一百年 厉害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我 因为大黄最听我的话了 所以你要记住 从今往后一定要听师姐舞 等会 是师姐 商量什么呢 大师兄 小师弟 今天要带你开启修行之路 随我来吧 我也去 我也去 那都和我来吧 小师弟 我们大竹风一脉的规矩 初入门的弟子 头三年每日都要来此砍竹 你年纪尚小 头三个月里 每日就砍成一根吧 大师兄 我以前砍过柴 不必担心 接着 看我的 快 小师弟 你快试试看 就这根吧 就这么细 这是我们大竹风特有的黑结竹 坚硬异常 最适合出入门的弟子 锻炼身体打根机 演唱出入门的 frostazzi 六十一路小狗 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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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门